已经降温了很多朋友来找我要这种厚款衣装服 我从品牌代工厂选了6个订单款 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一般限价店它的价格都是卖在上千以上 但是工厂出的话都能包在一千以内 品质很好的这种额绒服 像面料做工啊跟限价都是保持一致的 就是价格买到非常划算 它只是少一个标而已 如果大家追求性价比的话 可以看一下今天的视频 第一个我跟你们说一个我最喜欢的款 这是摩登的一个包子的额绒服 包子也比较大领子也比较大 就显得人的脸很小 而且你这样对比之后 腿也显得很细 就上面是有一点点那种 boyfriend的这种工装风的感觉 然后穿起来又酷 然后又很显瘦 不挑身材包容度非常好 里边可以套你想穿的卫衣啊毛衣 就什么衣服都可以套进去 里边填充的是90的白额绒 而且是符合新国标的绒子含量90 就实际上如果按老国标的话 它的含容量要超过90的 所以这个保暖度肯定没有问题 填充了200多克 相当于这个忧郁库的这种 基础款羽绒服的四脚 双头的拉链 然后它这些拉链质感 丝滑度跟品牌都是一样的 这些扣子 就是同一个产线下来的 面料什么用的也都一样 这家衣服真的非常推荐 我觉得很实穿 冬天不用冬挡的 拎出一件衣服套上就能出门了 第二款呢 就是一个长款的额绒服 它这也是偏H型的版型 就不挑身材 不管是胖瘦 这个桶型都是可以给装下去的 而且这是一个插尖的 里边同样也是可以套一些厚的毛衣 或者是毛衫 添加的90的白鹅绒 就蓬松度和充容量都是比较高的 如果大家觉得这个袖子没有型的话 可以有一个抽绳 把这个袖子型收一下 这块就不会显得特别肿了 剪接方式呢 它是鱼骨线向上的 看后表 它并不是那种很单调的这种横条气线 就这种方式呢 它会显得人会更加瘦一些 这同产线下来的 跟品牌也都是做的一样啊 走线非常非常整齐 密度也很高 像它里边也是有内侧兜的 这个背带如果建商场热了 可以给它这样背起来 非常方便 三个颜色 如果要是好搭角度来讲的话 黑色和这个米色 肯定是最好搭配的 这个蓝呢 它的饱和度和明度都非常的高 如果你平时很喜欢蓝色 你肯定很喜欢这个蓝色 但是如果你平时不穿蓝色衣服 这个颜色一定要顺选 因为它比较挑人 下边这款绒服呢 它是一个修身的X型的板型 就能提高你的腰线 像它这个腰带呢 就是做的一个超高仰 可以在你的胃部之下 所以是很先腿长的 小个子如果拍刚才那款压个子的话 我觉得就可以选这款 这款的风格 我觉得就比较适合 在国企单位里边上班 公务员 就平时可能工作上比较严肃 里边要套一些正装的话 我觉得你外边就可以穿一个这样的 它显腰身 然后又很低调的一个款 非常有形 就很显瘦 而且它长度是可以盖住膝盖的 保暖度没问题 底下搭个小靴子 或者是这种跟鞋 都是可以的 腰带还可以来直接调节松紧 特别方便省事 而且我觉得要比那种既质的腰带 看着会更加干净利落一些 这是一个正肩的 就看着很精神 再有这个袖口的位置 都是增加了这个防风口的 保暖度肯定是没问题 这个衣服呢 我就比较推荐给在35岁以上 或者是在机关单位上班 平时工作比较严肃 然后穿着衣风格就相对低调一点的 这个就比较合适一些 接下来这件呢 也是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款 也是这两年主流在做的 叫五胆布的羽绒服 正常羽绒服里边 它都是有内胆布防钻绒的 但是像这种五胆布的呢 它外边用的这个面料 就已经能达到防钻绒了 所以它只有一层 那它的好处呢 就会让这件羽绒服摸起来的手感 非常非常棒 而且这个整个羽绒服 它的重量很轻 基本上重量就是来自于 它绒的重量 外壳没有什么重量的 穿起来特别轻 这个面料呢 也会让那个绒蓬的更蓬 这也是用的白鹅绒 所以它整个的上身效果特别好 就是又轻又很暖 你看蓬松度是不是 就这个绒它这样摁下去 很快它就蓬起来了 所以上身效果 像帽子它就很有力挺感 这个板呢 淘宝上也有请柬店 价格要卖到上千 咱们只有工厂出 就不到一千的价格 腰带系上来之后 就变成了一个X型 它非常有造型感 有没有 显得脸也很小 这件衣服真的好行 我自留的是这个黑色的 还有其他颜色 大家也可以去选一选 我觉得黑色的这个比较耐脏一些 这个也好洗 就是你们如果脏好的话 拿布擦一下就行 而且它这个袖子防风口 做得很长 后边的长布还可以盖到屁股 就又实穿 然后又很时髦的一件衣服 这个好看 我还选了一个很好看的小香风 像它的外面添加了20%的羊毛 那里填充的是90的白鸭绒 就版型上的设计是比较经典 太看的这种款式 日常可以搭一些白色的套装 或者牛仔裤配靴子 都是很好搭配的 有喜欢小香风的姐妹 可以闭眼入这个 老公是那种特别纯纯的直男 不喜欢有任何设计感的话 那就可以给他入这种 很简单的基础款 这个面料呢 是稍微有一点这种暗格纹的 就它的面料质感还是很好的 锈口的位置是可以调节松紧的 而且里边它是有一个 这个防风口的 领子在这个位置呢 它是做了一个抓绒面料 就贴着脖子的地方是非常暖和的 因为男的很少有戴围巾的 他们基本上就是靠脖子 领子这块去保暖的 拉链也都是用的外皮贴的 特别顺滑 就是一个非常基础的版型 如果要是给长辈买的话 像这个就性价比非常非常高了 它也是不贵 然后充容量也比较高 它的帽子是可以这样 直接藏在这个领子口里边了 就男是这样设计就会非常非常的简约 不啰嗦 你看 而且这个帽子还可以卸下来 抽容量在北方 过冬也是完全没问题的 这个工厂在北京也是专门做一些品牌订单的 就是它的品质额绒的都是很好的 收包头也是有的 以上就是本次选中的羽绒服 如果有大家感兴趣的话 是可以是我们晚上7点钟的直播 我会在直播里边给大家分享更多的细节 还有我的一些搭配 包括还有之前的这个羊毛大衣 那有需要的话 记得提前预约一下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我估计这支视频可能有人会看上 我这件抓绒的衣服了 在直播里边直接给大家介绍吧 今天确实没时间了 这个衣服也是特别暖和 它是一件抓绒 你扎个不到100 对吧 对吧 对吧